好,今次要介绍一些强强艺术性的 Shawn Carrena 系列 希望我没有读错音 不知道,他是西班牙人吗? 没错 其实大家有追开小弟的 如果是西班牙人,就是汪 汪 我一向读开Shawn,对不起 所以汪 然后是Korena Korena是英文法语 我也是乱估的,有西班牙人 有追开小弟的帖子 都知道本身这个系列 汪 我乱估 我读回Shawn 它的浪交产品 我是除了金正恩母入之外 我每一款都有入手 我每一款都是金正恩的 我每一款都怕 我每一款都有 其实本身 我是很欣赏他的作画 那种黑色幽闻 其实他在香港都搞过两次 我没有记错可能会更多的 起码两次的展览会 我也有补偿 因为你香港是一个小市场 相对 很多比如外国歌星 他整个亚洲都不来香港 是 所以他作为一个潮流艺术家 我当不知道怎么叫 是不是叫潮流艺术家 他都叫做来香港去搞展览 要不就是他很喜欢香港 要不就是香港的市场 令到他觉得值得来 证明香港可能是来见你 我拿了整堆 figure给他签 真的有机会的 我想香港应该有不少粉丝 如果不是他就不会来 还有他有留意我个人面书的话 其实我有时候 我都找Sean Perena那些画 我看过医生而已 我都找他的画出来 没办法 我真的挺喜欢这个人 因为够贱 当然了 先介绍figure了 在这里衷心地多谢Jeffrey 这件事我极喜欢 因为其实本身就着 怎么读 Fran Cup 如果就这样 照字面读就会 Fran Cup 我觉得F会无音 或是W会无音 其他个字会无音 其实本身 Sean的figure 或是NFT的画像 甚至是一些复制员画 都会在RAN Cup那里有卖 不过 这一只丧尸 SORRY 不是在那里买的 如果大家有喜欢 留意Sean那些东西 本身都知道他有个手游 这个就是一个 60日Pass的赠品 什么叫60日Pass 他本身有个Game 就是NFT的Game 发布完之后 其实很厉害 本身早前虚拟货币 都叫做跌过一段时间 是 他出完这一个 就是会有个NFT系列之后 是 连比特币都升 这个真是很厉害的 本身如果你说玩他的Game 你买他那个Pass买两个月 就会有这一只 那你知不知道有多少 应该就 你肯付钱就会有的 但是也有一句 他平时一般你没得卖的 你玩这个手游 才有 所以他也有一定的收藏价值 还有都是那句 我真的很喜欢Sean那些东西 好了 真是说回这东西了 看到他一贯的画风 当然其实就着 一些 他那些圆画 其实就没有特别有这一只丧丝 就真的就着他的手游去推出 特意成的 所以变了其实很有趣的 当然了 一贯这个Face你已经知道发生什么事了 而配件方面呢 当然现在就当然是丢手了 左右臂加上 撕石 这个做法是否常见 用磁石来做朗家的关节 都有 另外本身其实对上一只 我其实好像印象中 我没有拿过他的产品来介绍 虽然我每一只都有人 对上一只是 寄自己去 就是nowhere 什么鬼 我不记得了 都是磁石的 这一只当然 用了磁石更爽 爽在哪里呢 除了你本身喜欢毒鼻也好 没有手也好 两只手跟着上下动也好之外 含家墙 给你两个脑子 正常脑 过瘾啦 Close up 导演给一点点 这是正常的处理方法 没有钱后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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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一个 绝活的地方 哎呀 夜光 你以为试着关灯 你要先吸光 吸光了很久 放在这里这么久 哎呀 又可以的 不行 喂 行啊 不敢说很清晰 但是都真是看到 哇 好害怕啊 喂 好害怕啊 比较好 不是吸光了很久 其实 所以有这样的光 算不错 再开单 麻烦 好递死呀 坊间香港 我见角色都有得卖 当然啦 如果你说喜欢追回其他的角色的 都OK的 多谢你Jeffrey 我很喜欢 介绍完 我想问一问呢 他的身体上面有些地方是撕爛了的 是 那个是游上去的 是吗 本身是粒痕来的 但是我知道 但是他是游上去的 游上去的 游上去的 不像游上去的 游上去的 游上去的 OKOK 哎呦 哎呦 什么呀 只是屁包 不记得大事呀 稍后见 稍后见 稍后见